我把我寿漆这一系列的作品的理念植入到这个包里头 寿漆是我老家福建 他过去还是有土葬习俗的时候 老人觉得自己快过世 他会为自己准备一个棺材 因为棺材是木头的嘛 他会给上面刷一些油漆 但是可能他在刷漆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并没有过世 他还没用上这个棺材 他就会再刷一遍 以此类拖一把可能会有好多年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上形成很多彩色的道道 然后我不断地涂不断地刷 一张画最后到我的刷子没法落笔了就结束了 为了说明我的手机制作工艺 我用一本杂志做了一个模型 你看我把这个书翻开 它已经就是那个第二包了 是这么多的模型 我用来帮我做个封锐 没有把你帮助的那种 要帮她上水